带货主播的各种黑料想必大家也见过不少 但是因为售假而面临15年监禁的 快手新有志倒是独一份 这些年新有志算是福获相依 既能为抗议仗义捐出1.5亿 也能干得出街头痛骂保安之事 可惜一直没有受到主流的认可 而现如今却因为售假事件声明在外 真可谓十年碰瓷无人想 一招入狱天下之 欢迎各位来到风声榜 我是评测up主的up主李一 这道栏目是为互联网百大网红封神 上期齐名的朋克之王罗永浩 截止目前共收到了143条弹幕 其中1和2的比例是9比1 所以罗永浩正式成为了封神榜第5位封神网红 说完了抖音带货的网红之后 第6期我们就要聊一聊快手教父心有志 注意啊咱们封神榜的理念 是提名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网红 至于能否封神的决定权在你手中 我会尽可能客观地讲述星巴帝国的发展史 请务必在视频最后给出你的态度 咱们先做一个调研 在这个视频之前知道心有志的请扣1 不知道的扣2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星巴虽然是快手一哥 但是他的知名度和李佳琪威亚差了一大几 这并非是他的名气不够 更深层次的 他其实有更精明的人事定位 只是你不是他的目标用户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心有志的发家史 这部分主要来源于心有志官方的 心有志成功辛酸史 由于文章用词过于浮夸 我这里就给大家总结归纳一下 作为一个90后 心有志出生在黑龙江河通县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 无地位无背景 心有志也早早的辍学到哈尔滨去摆摊 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做生意的天赋 莫爬棍他几年下来也积累了一些人脉 但是因为二玩 生意很快就黄了 在哈尔滨混不下去的他 听说日本打工很挣钱 于是在日本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当时日本的花王纸浆库 在国内很受欢迎 做代购一包就能赚5块钱的差价 于是他做起了代购生意 大赚了一笔 但是来钱快的路子 都基本上写在了刑法里 心有志也很快被韩国警方查封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其实从这两件经历 就很能展示心有志的性格 很有闯进 但是不会收敛 往往会复制一句 这或许也为他现在的境遇 埋下了伏笔 从日本回国后 他还掌握着之前代购的渠道和客户 于是开始做起了淘宝店 也许是同样的气势 推动着心有志玩起了快手 在刚开始的几年 他还只是一个比较有钱的观众 但是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他 出瑞雪 当时快手小有名气的网红 也是酒精沙场的微商 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有钱 在出瑞雪的指点下 心有志开始以新巴为网名 为快手主播刷礼物 以博得关注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 心有志掌握了开启财富的密码 那个时候直播电商还未显现 但是做电商的心有志 和做微商的出瑞雪都明白 快手代表着流量 而掌握着大量的粉丝 绝对会对自己如虎添翼 之后的事情 大家应该都猜到了 凭借着他在快手818的粉丝军团 将粉丝迅速转化成为了销售额 并一路过关斩将 建立了自己的新选帝国 自己已然成为了快手的电商教父 心有志能在短时间内 进行成为快手的第一人 确实有几把刷子 我总结了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一 精明的带货营销手段 聊那些百亿千亿的带货数字 没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都已经麻木了 有件事情可以展示 心有志在直播带货中的手段 2019年8月18日 心有志和初瑞雪大婚 心有志花费了5000万 请来了成龙 王力宏等 42位娱乐圈的顶流 登上了代表国内最高规格的鸟巢 把自己的婚礼活生生的 办成了一场群星演唱会 你觉得这只是一场土豪婚礼 其实不然 新老板其实另有打算 下半场开始卖货 好家伙 在这么多明星的加持下 一个半小时就卖出了1.3亿 并且网红结婚 花5000万请明星的话题 冲上这搜 这样看来 心有志不仅没亏 而且名利双收 2.善于打造人事定位 不过你发现没有 尽管这次婚礼营销声势浩大 但是这次话题仅仅是网红结婚 而不是心有志结婚 心有志的大名 难道还没有资格登上热搜吗 这里刚好可以回答我们开头的问题 受制于快手的市场定位 心有志的粉丝 多位下沉市场的用户 而他也顺势而为 把自己称为农民的儿子 所以很多不玩快手的同学 不知道心有志也非常正常 尽管心有志的人事 不受主流市场欢迎 但他仅仅依靠快手收购下游市场 就赚得盆满钵满 网上有句笑谈 心巴比其他主播良机太多了 其他主播到处骗人 但心巴大哥只骗自己的家人 这虽然只是句笑谈 但是也在侧面印证了 心有志的卖货成绩 大部分都依靠于 他在快手成立的818家族粉丝群体 3.不只是成为网红 如果依靠着现有的粉丝群体 心巴或许能成为一线的带货网红 但是心有志想要的不止于此 这也是他与吕佳琪最大的区别 2000年8月 心有志直播基地 洛湖广州 近万平米的规模 集合了选品供应 直播快递 一整套完整的电商产业链 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自立品牌 这样不受制于品牌甲方 带货利润率也远高于普通带货主播 心有志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这与上期说到的罗永浩恰恰恰相反 老罗一生背着网红的标签 在做商人的事情 但是心有志显然是 披着网红外衣的商人 毕竟网红永远是服服衬衬 搞不好哪天就凉了 心巴不可能把所有的赌注 都压在他自己身上 因为他已经输了不止一次 这一次 他选择用自己的名气 来成就新选 此时我们再来回看 他在年初为抗议捐出的1.5亿 目的也就非常明确了 这1.5亿 不仅让他名声打噪 也为他的新选公司铺好了路 讲了这么多 不得不承认 心有志在做事方面 确实有两把刷子 但是在做人方面 却是一个十足的演员 我们来简单欣赏一下 今年心巴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 4月 心有志为避免被快手封杀 宣布暂时退往 但为了稳固江山 安排了一出土地淡淡 代付出征的心巴 直播间内更是上演了一场 痛哭流涕 跪求心巴出山的史诗大戏 紧接着8月 心巴如愿复出 但是因为在直播中 强行让荣耀手机配送耳机 被拒绝后 心巴直接宣布 永远不再与华为荣耀合作 如愿成为了继特朗普之后 第二个封杀华为的男人 可惜没坚挺几天 心巴只能向华为道歉 在华为面前吃尽苦头之后 心巴只能转战火力 10月 心有志在上海出差时 因为粉丝不受尊重 在酒店里怒斥工作人员 也就是开场的那一幕 并要求对方必须道歉 就像自己向华为道歉那样 再加上12月的燕窝售假 拿着糖水以次冲航 而最早曝光的网友 更是收到了电话恐吓 随后广州市监局介入调查 心巴面临着入狱的危机 而到此刻 心有志的年度打气 才算彻底走向了高潮 当然 这些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其他项羽 多为合作明星的撕逼大战 更是不胜累举 可以说 心巴真的是个好演员 为了家人 为了视野 为了博人眼球 不停地为自己碰瓷加气 建议大家把敬业打在公屏上 回看心有志的2020 必然是精彩分成 跌宕起伏的戏码 绝对不亚于美国疫情 不是正当 但或主播也绝非跳梁小丑 作为拥有至高话语权 和影响力的主播 更应该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 一个人的能力再强 影响力再大 如果根子坏了 为人不正 也终究只会自食恶骨 好了 故事讲到这 你对心有志的黑红两面 应该比较清楚了 但是他能否封神呢 请把你的态度打在公屏上 封神扣1 不能的扣2 我会在视频发出的一周内 统计弹幕中1和2的比例 在下期视频中 公布星巴能否封神的结果 各位看官 我是评测up主的up主李一 如果你觉得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点赞 我会继续更新 评测当务up主的 名利场系列 和面向传奇网红的 封神榜系列 如果感兴趣 感谢关注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在下李一 后会有期